大家好 欢迎收听《和理恒天下》 这段影片想讲一讲英国航空母船 顺便又引伸到讲一下南海的局势 在进入正式这个议题之前 请大家记得支持《和理恒天下》 请你订阅、点赞、留言、分享 记得按订阅旁边的钟仔 另外如果有广告 希望大家支持一下 让我们有些资源继续发展 好了 言归正传 刚刚8月8日英国的《每日快报》就报导 英国航空母船战斗群离开南海 前往太平洋的时候 它的反潜护卫船肯德号和李善满号 发现了大陆多艘093型的攻击核潜艇 跟踪着它们 另外 英国的战斗群的潜艇 机警S-121 也发现了大陆的潜艇静密地运行 这个潜艇给他们发现的 都是093型的攻击核潜艇 我于是上网找一找资料 网上的资料显示 大陆有6艘093攻击核潜艇 最早的一艘在2006年复役 近年是不断升级 全民已经改良到093支营了 就配备了可以攻击220公里这么远的 英击18反巡舰的导弹 另外还有鱼8反潜飞弹 和长剑10对陆地的攻击飞弹 总之一句说完就是厉害了 每日快报报道 大陆目前有66艘这类型的潜艇 比美国和英国还要多 又说大陆利用这些潜艇 投射军力影响太平洋的国家 报道最后引述一个不具名的美国海军人士说 就说大陆的潜艇一直都有跟踪美国的海军 那英国那边又怎样说呢 英国的前海军少将帕里·阿佩利 他就说英国永远最担心的是俄罗斯的核潜艇 因为俄罗斯的潜艇更加先进 噪音更少 今次的事件就反映出英国的海军有一定的反潜能力 喂 这个帕里这么说 就摆明是串大陆的潜艇 即是说大陆的潜艇就没有俄国的潜艇那么先进 而且噪音又大 所以容易被发现 我就真的不知道大陆的潜艇劲 或者俄罗斯的潜艇劲 不过理论上潜艇是应该没那么容易被对方发现 你被人发现到怎么说都不太好 不过大陆的网民显然又不是这么看 大陆的网站守湖就有文章就说 每日快报是炒作这件事 大陆潜艇跟踪英国的船舰这么长时间 英军都没有发现到 到英国的船舰离开南海差不多六个小时才发现到 也不是很擅长的 你这么晚才发现到 听起来好像有些道理 不过这么说 守湖的文章也承认大陆的潜艇 实际作战的经验是没有美国和英国的海军那么好的 其实守湖的文章算比较中性比较冷静 其他网站的文章就躁动很多 厉害很多 他们的网民就说 英国的航空母舰是拆存在感 这次是大陆的潜艇故意给你发现 让你英帝的海军知道害怕 那你下次就不敢来 又说 如果跟你这么久才知道 真是要攻击你的话 你英帝的海军一早已经挂得了 其实大陆的网民就不太懂辩驳 我教一教他们 你应该这么说 你说大陆有六十六艘潜艇 现在故意给你发现三艘等你知害怕 其实当时还有很多艘潜艇 在跟踪你英帝 不过现在我不告诉你 让你不知道 你这样说 吵架这样吵就赢了 是不是 其实英国海军都走了 其实吵两句架都没什么事了 反而问题是 现在德国的海军拜恩号又说要去南海 8月2号已经出发了去南海 还有今次是德国20年来首次去南海 所以今次记住 千万不要故意给德帝发现潜艇 如果你们这样再次故意给德帝发现潜艇 真是不知怎样解释好 到时我也不知怎样帮你解释 来到这里 都是那句 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和理看天下 我们有patreon的 patreon的link在这条片的下面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拜拜